但是目前你會發現奇怪點下去沒有為什麼呢 通常都是錯誤在錯誤在這裡 這個信號 因為你沒有safe他就不會登記 所以你改完之後 還要做一個全部儲存的動作 儲存完畢之後你再把這個id點下去 應該就有個T01 B01 這個是出現的話就是 一定要做safe動作 然後再來一樣的方式就是 這邊也是一樣 把這一串 我習慣這樣就偷懶一下 搬過來 然後把這個 搬過去 這邊中間加個等號 讓他強制轉行為一個button 也就是把畫面上面找到的東西怎麼樣呢 然後呢在lis 也是一樣點 打一個f 打一個大r 大r就登錄檔 然後點id 點 B01 把這個地方登錄進來 然後 找到ok之後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 宣告之後的話 原來在畫面上的元件 這時候就跑到程式裡面了 我就可以做什麼呢 做後續的動作 因為我要在button上面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事件 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 時間 比較不多 所以我大概講一下 如果你要在button上面 這邊就b01 點 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事件的話 就是 你要讓他 當他點擊的話 這邊要需要一個叫做lisner lisner 所以 那個lisner就用set 你會發現在 set 當unclick 所以你就打一個set大寫的o 他就跳出什麼呢 這邊好幾個嘛 set什麼呢 當unclick 發生的時候呢 你這邊可以設計一個什麼 lisner 那這個lisner就是有點像 隨時scan 這個有沒有 user按下去的動作 如果有的話 那就會產生一個事件 點下去之後的話 lisner接收到之後 那你就會 會不會有一個 實作的方法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的話 set onclick lisner把它點兩下 那裡面的話需要new一個 我們這邊用匿名物件的方法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onclick 在哪裡 我們習慣是在 原件上面的名 原件上面 點 建立一個什麼呢 set這邊後面 因為這個不會出現 set後面的話呢 把它怎樣呢 copy一下 就是 在 button上面呢 建立一個lisner 他的lisner的名稱叫做 onclicklisner 那這個onclicklisner 我要怎麼做 基本上 第一個 他一定有個參 因為他是一個 類別 這個類別是抽象類別 那這個類別的話 一定為小瓜糊 可以傳遞 但是我沒有傳遞參數 再來的話呢 要做什麼 一個大瓜糊 所以後面這個可能 這部分常用啦 我建議各位這部分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就是在onclick 後面加一個new 就是 匿名物件的方式 在button上面建一個onclick 基本上就是這個名稱 然後呢 小瓜糊 大瓜糊 後瓜糊 分號 因為呢 我們有大瓜糊 而且他是一個抽象類別 所以怎麼樣呢 必須要怎麼樣呢 有沒有 必須繼承 obstrate的方法 有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 這個lisner 他是一個抽象類別 必須要 去實作 所以游標放上去之後 有沒有 他會產生一個 新尊未實作的方法 就出來了 程式寫在綠色的地方上 也就是當我 按鈕被觸及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 改變這個 TestView TestView名稱叫做 T01 要改上面的文字很簡單嘛 用什麼 用set set什麼呢 setTest Test 有沒有 就有了嘛 因為 屬性有一個叫Test 如果你要